70岁布利吉特好自律 不吃垃圾食品坚持健身 花费百万美元美容 法国第一夫人又时髦又好看 经常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也是马克龙总统的白月光 不少读者也很好奇 为什么这对老少佩 能够恩爱携手这么多年 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真爱吗 布利吉特刚刚过完自己70岁生日 颜值和身材都好的没话说 被誉为最高级别的洞灵女神 不少女性粉丝也好奇 到底第一夫人如何保养 才能够青春涌注呢 根据外国媒体爆料 布利吉特的饮食很有规律 并且营养丰富 毕竟现在已经有了七个孙辈 布利吉特是妥妥的奶奶辈 想要维持盛世美颜根本不容易 法国第一夫人的饮食极其严格 只会吃最天然的食物 从来不吃任何垃圾食品 由专业的营养师搭配完成 其中包括新鲜果汁沙拉等等 此外抗衰的秘诀 就是昂贵的保养品以及医美 一年的保养费就高达百万美元 法国第一夫人的衣橱琳琅满目 都是高定和奢华礼服 甚至比商场礼都要种类齐全 爱丽社工的首席厨师 Bilong Gomez爆料 布利吉特每天都要吃十种蔬菜 和十种水果 此外为了保持心情愉悦 第一夫人还喜欢喝葡萄酒 对奶酪也是情有不忠 每日电讯爆也爆料 布利吉特对饮食的控制相当严格 甚至能够让大家目瞪口呆 所有的食材都是纯天然的 有些甚至来自法国的乡村 根据外媒爆料 在巴黎一百公里之外 布利吉特拥有一块四家花园 里面种满了各种蔬菜和水果 以供法国总统夫妇使用 难怪布利吉特的皮肤状态这么好 Dilong Gomez认为 布利吉特对食物的要求很高 并且花样繁多保证营养摄入 此外就是坚持不懈的健身 不得不感慨这个女人真是自立 否则也不会拥有这么好的身材 对垃圾食品坚决说不 布利吉特也不喝任何碳酸饮料 因此比同龄人年轻多了 此外出席公务的时候 布利吉特都会脚踩恨天高 脚步时刻都在负重前行 也会消耗很多额外的卡路量 此外 法国第一夫人热爱运动 喜欢普拉提和网球 并且经常参加体育比赛 正是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 让布利吉特能够维持盛世美颜 深深吸引着鲜肉胀 尽管法国第一夫人从不结实 但是吃东西的时候格外小心 对食物的品质也是高标准言要求 为了维持最佳的状态 法国第一夫人几乎只吃健康食品 临时从来看都不看一眼 正是因为多年的努力 让布利吉特越活越年轻 不光成为法国第一夫人 也是时尚界的宠儿 即使跟马克龙相差25岁 外界也根本看不出来 简直就是天生的美人胚子 当初特朗普夫妇访问法国的时候 都忍不住称赞布利吉特身材完美 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布利吉特的努力没有白费 年轻的状态令人羡慕不已 虽然法国第一夫人养尊处优 但是却挤出时间运动和健身 因此身材纤细皮肤白皙 即使马克龙夫妇已经是老夫老妻 也经常在镜头面前秀恩爱 或许爱情才是最好的保养品